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作为伦敦时装周首位全球代言人,胡冰亮相伦敦时装周Kent & Karen静态展现场,受邀与该品牌代言人,国际足球巨星大卫贝克·汉姆先生亲切品坛,两人破天荒的跨界,同框掀起本季伦敦时装周的最高潮,谋杀中外媒体一众飞临。 此外,胡冰海鼎立柱镇最吸睛、最受瞩目的Bivaniost World大秀,并在秀展结束后第一时间,被邀请至后台庆祝,分享品牌回归伦敦时装周之后,大获成功的喜悦,用稳传其息太后的珍贵瞬间,也被抓拍留存,成为本季时装周一大经典时刻。 中英男神历史性,同框胡冰雍稳其太后同享喜悦近日,作为伦敦时装周首位全球代言人,胡冰受邀参加国际足球巨星,大卫贝克·汉姆代言的品牌Kent & Karen的静态展。 活动现场,中英两大时尚,男神进行亲密交流,两位好友在本季时装周的合影,也被称为历史性同框。 胡冰盛行邀请贝克·汉姆有机会,一定要来中国,到家里一起吃饭,贝克·汉姆热情回应,并献学谢曼用中文说出新年快乐,将祝福通过直播软件送给国内的观众。 此外,胡冰还受邀参加《伦敦时装周》,压轴大秀By Benioist Wood。 当天,他也成为秀场最受瞩目的男星,不少时尚大咖期待能与他碰撞时尚观。 点 秀展结束后,胡冰首歌被邀请至后台,庆祝品牌回归伦敦时装周首场,大秀的圆满成功。 用稳传齐西太后的珍贵瞬间被抓拍留存,为此次伦敦时装周之行画上完美的句号。 胡冰接拍过中外媒体称赞,被评为最闪耀亚洲面孔。 作为各大时装周的常客,胡冰在服装选择的独特品位大家已有目共睹, 近期还入选英国榜GQ,发布的2007全球50位最佳着装男士,成为网单上唯一一个亚洲男星。 近日,多组伦敦时装周期间的揭拍曝光。 画面中,胡冰深蓝色大衣搭配羊毛衫近显英伦气质,机车夹克与西库也将优雅与硬朗融为一体, 完美展示了中国绅士特有的儒雅大气。 获得中外媒体一致称赞,胡冰也被评为本季,伦敦时装周最闪耀的亚洲面孔。 据悉,已是第四度以伦敦时装周全球代言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时装周的胡冰, 此次伦敦之行排期十分密集。 但在工作间隙,胡冰还是一直保持健身。 我们的习惯,为即将到来的米兰时装周全力备战。 责任编辑,李志正,UK005,分享。 在相关阅读和验诗报穷控心酸史。 靠陈宁陈凯林机器歌手和验诗之前社交网站撰文, 自报入行八年间,有好多个月试过零收入, 觉得愧对父母,到最近曲开歌曲得到回响, 总算做出多少少成绩比父母帝, 即刻得到好多网民开支持同鼓励。 之后曲就在社交网站化,感恩一直遇到好多爱我, 帮助我,给力量我的人,上市一定做了好多好事吧。 同埋曲见到东网报道曲的篇文章, 都特意联络东网记者致谢,重话。 曲妈迷递到东网为曲剪辑开片段后, 都觉得好感动。 转道前急请阿妈去旅行室后和验诗, 接受东网开电话访问, 曲话会写的篇文, 是因为觉得对无助父母。 曲爸爸今年66岁, 重要辛苦工作, 但作为女开曲就一兜帮无到手。 将到零收入开日子, 曲就话当时会少出街, 不过最主要东西靠家人经济上开支持, 我韩奈以离都脑闭过家用, 但曲无会远, 我阿妈仍会主动问我够不够钱使, 几多钱都肯定, 我, 所以当我有番少少收入开时候, 都好想回馈番区, 之前我赚到蓝鸡文, 都请做阿妈去福岗旅行, 别钱即刻轻晒, 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请买阿妈食饭同去旅行。 持交租要陈莹店之儿之前和验诗, 拍四个女载三个吧, 开时候同陈莹, 陈凯琳, Grace, 做做好朋友, 曲都好多现的班好姐妹开帮忙, 好似曲2015年同陈莹家分租一年, 曲曾经有几个月要持交租, 令陈莹要顶买曲笔, 数, 但对方都毫无怨言, 每人一个月要笔几千文, 我有几个月持足笔, 但陈莹好好, 曲从来某追过我笔钱, 我有松动钱就即刻并翻曲, 一家我就已经翻作乌起住。 而Grace就知道曲某捏收入去买衫, 推到无想出活动, 就主动Send做服装sponsor开, 联络资料币区, 被质疑任无助喊, 不过其实何彦师, 本身家境无措, 问道曲舍交往度身领收入, 经无经历人话曲无病呻吟, 何彦师就, 话都有审过那个问题, 但觉得钱无戏重点, 如果无期仰无到我, 我已经无办法的生存寒多年, 钱无戏重点, 只信我本来出道戏作歌手, 中途戏无想拍剧开, 因为无时吗, 之后我收入就去试下, 好彩拍摄机会无错, 但其实到了刻我都戏想做歌手, 我戏觉得有目标无戏的一条路, 而戏需要慢慢去铺排开, 又画自己戏2004月谈新人, 出过已知别但老咪反应, 之后千奏新梦, 都老审过可以, 出道好多歌, 到处都聚集一忧超时任务, 开插曲最真心一对, 好多人唱那首歌, 但就有人同曲讲话无戏曲开功劳, 令曲觉得有hat feeling, 我戏人面前好似好strong, 但一上到车就忍不住喊, 我好赞成曲讲嗨也, 所以都好hut, 就觉得自己要更加争气, 何彦师Profile姓名, 何彦师年龄, 1992年11月2日, 24岁, 入行经过, 曾是香港高尔夫球队代表的何彦师, 早年代表香港出战广州亚运会, 2009年参加第一届超级剧双正式入行, 其后演出多套无线剧, 2015年与陈凯琳及陈明等人, 和演剧集四个女仔三个吧, 后成功弹出, 作品, 无线电视剧是为奴, 四个女仔三个吧, 致命复活即为享天开等, 奖项, 新城禁报颁奖礼2004, 新城禁报新登场女歌手金奖,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 礼, 最有前途新人奖童奖, 2016年度禁歌金曲颁奖典礼, 禁歌金曲奖, 即杰出表现角。